这是日本的北海道 这个城市大概 这个城市是从杂幌过来 大概开车的话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我估计这个城市的话 大概有个四万五万人 但是总是看去比较萧条 城市比较萧条 人很少 我们今天是走到我朋友的公司去 去买一些海产品 小学校 在北海产品里面 在北海产品里面 里面 在北海产品里面 是 北海产品里面 用中国话说 这种城市在中国来说的就是村 就是村庄 一个村 但是从目前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也可以看出日本当时80年代的话 就像这样的村庄也是比较发达 怎么叫发达呢 就是它的汽车各方面应该是非常的发达 那个时候 这的话当时的时候应该是生活条件的话 应该是比较富有 你看像这样的房子 基本上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 像这种宾馆都是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宾馆 现在应该是寒在用 寒在用 还在用 这种木材市里的温度 就像隔了 它是一种冰色的 它是有脸色的 在用 这个房子是这种颜色的 我喜欢走路 每天走个游玩步 什么昨天走路很少 因为昨天坐飞机 早上的话走路挺好 因为它这个汽车牌照是这样的 好像小汤帮老马也在弄 好像小汤帮老马也在弄 今天下毛毛雨挺好 适合走路 你看日本的点心店 它是在这种地方的 你说在日本 你说这种小城镇的点心店 它根本不在这种街道上 或者是商店里的 这里也是不能 这里还是也是不能卖口罩 都没在这种地方 现在有没有人 在这种牌子都可以 吃了生日的 会满风 爹子 天丶 尽力 都不应该 那边 对 这么多 松脚 就得到 很多 这么多 好 本天 所以说我认为老来了到这里做做是挺好的 与世无争啊 对吧 海产品又好 这应该是废弃的大棚 这个地方哈密瓜很甜的 哈密瓜 这个不错 这个甲山造的 这房子 罗汉松 这个切的 这种切就是日本的风味的这种切法 日本风味的这种切法 黑松 这黑松真难看 黑松 啊 这个面 正面在这边 哦 这边是芳塞 哦 这边是芳塞 哦 这边是芳塞 芳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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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卖盆景的 哦 卖盆景的 哦 卖盆景的 看一看 不是的 是自己爱好 应该是自己爱好 哇 这个生活 你看 你看日本人的生活啊 家里都是这么多盆景 啊 爱好 这生活啊 鸟语花香 哎 老来我们也是这样的生活 啊 与世无尊 这每天没有手机 没有电视 没有报纸的话 那就是 闲了一个啊 没有人 这是他们批的柴火啊 冬天用的 哦 这里这么大一个院子 是盆景啊 因为我做过盆景生意在日本 哎 我还是盆景协会的会员 哎 那个盆景不行 那个活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这个东西很麻烦 这个东西做不了 这个东西做不了 我做过了 做的差不多 反正应该是亏的吧 总体来说肯定是亏的 做不了 这个东西做不了 这个运也很麻烦 这个东西做不了 哎呀 三鹰 很漂亮啊 日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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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 国家的规划呢 它是是有的 但是总体来说呢 它的规划呢 还是以自由的这种形式 为主要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自主的这个为主 所以说你看在这种地方里面呢 土地啊各方面还是很便宜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它不贵的 好 你看 这个树 这个黑松我估计有150年到180年 这黑松 黑松外面附了一根什么松 这就一看了 你看 基本上是没人管的 所以日本的很多地方 它是没人管理的 你知道吗 它主要国家目前投的钱比较多的 它主要是在东京大阪这几个大的城市 它边远城市的话 管理的话还是很少 你看它这个哪里有管理 没有啊 所以说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在创业 在发展阶段 那是绝对就是说 怎么说 是不能到这种地方来的 只能到这里来投资做生意 你到这里生活完蛋了 那 那完了 嗯 啊 嗯 嗯 嗯 真的荒废了 看到这种地方 就能够想起来 当年小的时候 可能上小学 在中国的时候 萧山 就是萧山 新界 那个地方还能看到这样的 我估计现在那些地方都能看不到了 像新界 那些地方长山 我那时候是生活在红肯农场 这些地方当时的时候 还是有看到这样的地方 后来就慢慢的 这几年回去以后 看到高速公路 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中国的变化是 绝对是翻天覆地的 以日本的话 这是要强百倍啊 这条是祖干道 应该是它的 欢迎大家来卖土地啊 这块土地69.87瓶 一瓶的话等于3.3 就算它 3吧 70吧 200多平方 好了 今天我们就播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下次 谢谢大家